吴京当年孤身一人来香港打拼 立志三年内要赚五百万 然后向女神樊一鸣求婚 他忍受着港圈的冷嘲热讽 只为心中的女神努力奋斗 然而现实很残酷 他还没有赚够五百万 樊一鸣就投入了二十亿富豪罗兆辉的怀抱 吴珍宇当年在TVB跑龙套的时候 李婉华就是他坚持下去的动力 TVB不仅造星还盛产白月光 本期的波罗剧刀刀就和你聊聊 港圈白月光女神现在都还好吗 爱回家之开心宿地里许久未见的樊一鸣出现了 他就是无精的白月光 立志三年赚五百万要娶的女人 可惜年轻时的樊一鸣花容月貌 一心想着嫁豪门 随口说出的五百万只不过是想告诉他 穷小子别做梦了 樊一鸣出身在单亲家庭 自由长相出众和洋娃娃一样 1991年母亲没有经过他的同意 就给女儿报名的港姐选美比赛 凭借出众的外表 樊一鸣拿到了最上进港姐奖 顺利进入TVB 他的心图并不算顺畅 一直游走于女二和女三之间 1995年和他同期的蔡绍芬已经是大女主 而他依旧是个女三号 其实不是TVB不捧他 也不是樊一鸣不努力 而是他有免疫系统的疾病 很多东西一接触就过敏 还会大把大把的掉头发 像个瓷娃娃一样 TVB对他已经很照顾了 1996年樊一鸣和TVB合约到期 他选择北上发展 一来就接了个大活 在太极宗师里担任女主 凭借这个角色 樊一鸣一炮而红 还成为首位入围飞天奖的香港女演员 之后吴京对他展开猛烈追求 他却转身搭上了亿万富豪罗兆辉 可惜一场金融危机 让罗兆辉赔到血本无归 后来自杀未遂就开始向媒体爆料 女明星和富豪之间的秘密赚点小钱 他说樊一鸣和他交往期间 还和何宝生在一起过 这些言论使樊一鸣形象大打折扣 坐实了拜金女的形象 2007年 在内娱混不下去的樊一鸣加入了亚氏 2012年他又重返TVB拍了雷霆扫毒 单脸双城等热剧 心甘情愿当立约 有人问他后悔当年拒绝吴京吗 樊一鸣说 吴京要是和我在一起 肯定没有今天的成就 他发现男人只要和他在一起 就没啥好结果 不是破产就是出家 所以樊一鸣50多岁 还是选择单身 你还记得樊一鸣吗 郭富城成名后身边就没有缺过女人 天王嫂不仅是光环还代表着身份 但提到姚正经 他可是天王的白月光 当年郭富城还是TVB的舞蹈演员 每天一下工就是跑片场 去帮姚正经收拾东西 然后等他下班 一副舔狗的模样 可是没多久 姚正经就把郭富城给甩了 曾经的女神现在怎么样呢 姚正经进入TVB是在1986年 一双大眼睛很快就让他在电视圈 混出了名堂 而郭富城那时还是个小龙套 为了不影响姚正经的心徒 郭富城只是默默关心 从来不敢公开男友的身份 几年后姚正经把郭富城彻底踹了 分手原因有两个 第一郭富城没名气没地位 第二姚正经准备去混电影圈 拍风月片 郭富城接受不了女友的选择 于是就掰了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姚正经身边有富豪出没 后来他就嫁给了一个生意人 生下了两个孩子彻底退圈 姚正经从入行到退圈 也就是短短五年的时间 现在他定居上海经营服装生意 每天忙着社交 一点也看不出曾经混过娱乐圈的样子 吴振宇的初恋就是TVB当家花旦李婉华 你还记得当年至尊三十六季里 黑发红唇的绝色美人吗 那就是和吴振宇同居八年的白月光 让展昭和家境念念不忘的大美妞 最后却扭头嫁给了富商李守正 李婉华天生励志 上当二的时候就被TVB导演看中 拍了玉面飞壶 1989年也就是李婉华出道的第二年 他和吴振宇因细生情 两人谈起了长达八年的恋爱 那时吴振宇岌济无名 而李婉华虽说出道时间短 但名气却比吴振宇大 但陷入爱情的两个人 才不管别人怎么看 很快就住在了一起 但时间长了 吴振宇霸道的脾气就显现出来 李婉华也是公主脾气 动不动就把分手挂随边 吴振宇是真心爱她 每次都主动低头道歉 然后死皮赖脸的求原谅 时间长的李婉华就有些疲惫 在吴振宇事业极其不顺的那几年 李婉华仿佛开了挂 合作的都是搞圈大腕 名气越大脾气越大 吴振宇的自尊心开始无处安放 两关注咱接着往下聊 吴振宇喜欢什么样的女人 你看李婉华就知道了 性感妩媚还得有点小脾气 可惜李婉华和吴振宇的爱情 出现的不是时候 李婉华名声大噪的那几年 吴振宇就快没戏拍了 整天被女友压着 两个人总是莫名其妙的争吵 1993年包青天捧红了何佳靖 1998年 李婉华就和这个男人 鹰拍马永珍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却有大侠的光环笼罩 连观众都在嗑二人的CP 李婉华向吴振宇坦白 爱上了何佳靖 我们分手吧 这个消息有如晴天霹雳 吴振宇再也不相信爱情 他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演艺事业上 这边何佳靖和李婉华的爱情 进展的也不顺利 何佳靖思想古板控制欲极强 他要求李婉华洗手做羹汤 还要求他拍戏的时候 不能有亲密戏 这段感情只维持了三年就结束了 没过多久 李婉华就找到了真命天子富商李守正 并心甘情愿为爱吸引随夫定居加拿大 多年后有人问他怎么看待初恋 他说吴振宇是一个心地非常好的人 对我很有耐心 可惜那时我年轻气盛 再加上忙着拍戏 根本没时间替对方着想 最终只能错过 看来这段恋情对于两个人来说 都是刻骨铭心 只是相遇的时间不对 你认为呢 评论区聊起来关注 怕想看TVB的时候就真的找到了